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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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生命安全 我决定铁下老王 跟我的朋友老黑回家 但老黑是个厚道人 死活得待老王一成 只能说老黑还是太年轻 这部他将老王爹的骨灰不以为是咖啡 跟几个一人一杯细细品味 然而在叼知真相后老黑直接崩溃了 还把我转出了他家 即使生死磨蛋 我们终于来到大家库 而老王和他爹一一惜别 我们相互交心气氛十分融洽 老王还表示 其实我的证件和钱包一直在他身上 当时的我实在没忍住 便和老王干了一仗 而翠花的电话让我恢复理智 都知他要生了 我赶忙表示回家 没想到把我手牵而枪 一哆嗦就在我腿上开了个口 此时的我已经无所谓了 反正只让他活着看到我的孩子就行 Daryl What the fuck 嗯 不好意思 走坐房了 隔着这个才是我的 最后我想让大家帮我的孩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